那以前看到他都是在唱歌仔戲 武打片拍戲嘛 這是同一個人嘛 而且畫得很好耶 我畫畫是被騙 我是戲劇家庭嘛 高中畢業之後 我應該繼續讀戲劇嘛 那時候台中就是有一個青年高中 但是我爸爸不讓你去 平常跟我爸爸是沒有什麼話聊的 突然就給我演一個八點檔說 兒子你去的話 我就沒辦法看著你 你不知道我會想你 我突然就有被溫暖到 我說爸爸我要讀什麼 我們屏東有個高職廣告設計 因為小時候我看到我夜畫畫 也對廣告設計有一點點興趣 我就說好不好 我去讀廣告設計 回來的時候被騙了 為了省成本 劇團的布景都叫我畫 平常那布景都是一個 七八萬 他一個便當幫我搞定 而且他很厲害 我學完廣告設計回來 我回到我家倉庫 他木板已經訂好了 那個布已經錶好了 來 請畫 所以你後來才知道 所以我是被騙的 我覺得應該是說 你的外傷跟內傷一樣大啦 對 第一個就是那些 幾十年來的外傷 內傷就是自己 壓力太大 要求太高 像我這五年來我就遇到 我媽媽的兩大手術啊 第一次是這樣 他換人工系統 他二十年前受傷 是二十年後才要去開 其實我在安慰他緊張的是我自己 除了精神壓力還有經濟壓力 因為兄弟姐妹出人力去照顧他 我在台北 我就把錢處理好 其實我跟他講說你去開刀 我不知道錢怎麼還 到後面把錢都付完之後呢 好像感覺告一段落了 他的膽又來了 造出有一顆那個 人家說百分之九十五是不好的 我說你先去看嘛 其實我每次我在安慰人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就是壓力大 還有媽媽可能記得行善 他是百分之五那一個 就是良性 那非常非常的心 但是你安慰別人之後 你會不會來 我自己沒了安慰 你看我這幾年 為什麼整個自律神經整個發起來 歡迎在每週五十一點鐘 準時上線健康點點名 我們這次請到的是陳子強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陳子強 而且他呢 最近聽說還抵演了一部 七七四十九天 對 你希望你也能得金鐘獎 希望集氣 集氣 集氣 其實我們知道2001年 他拍攝了流氓教授的時候 就救急復發了 被醫生警告 可能會半身不遂 我講直接一點 有點像半個廢的 對對對 那他不想要什麼都不做 他轉換了一個角色 竟然是畫家耶 而且他畫得很好耶 對 因為他生病之後 他說了一句名言 人生啊 不要花在等上面 你自己還說自己隨時會走啊 就是武打人生 你看那個撞那個卡車 你當下不知道怎麼 會發生什麼事啊 如果我是頭落地呢 我當下如果不是這裡落地 如果就要撞得太用力 那頭下去要整個勒殘 他整個頭蓋骨就開了 我就不知道我隨時會怎麼樣啊 對 他武打童心出身 很早就紅了嘛 不敢不敢 陳子強的前半身是武打人生 打出一身疾病 好可憐 打出一天天還好 打出一身疾病 我標下得很準好不好 所以呢 病痛讓你覺得要把握當下對不對 當然當然 他以前是一個拼命三郎 然後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他開始慢火了 樂中公義已經有十五年對不對 因為你從起的後半身是會畫 以前看到他都是在唱歌仔戲嘛 武打片嘛 拍戲嘛 這是同一個人嘛 而且我看到你的畫作 其實好像都有一些故事性 而且我畫畫是被騙的 為什麼 因為我是戲劇家庭嘛 對啊 我在高中畢業之後 我應該繼續讀戲劇嘛 那時候屏東到台中 就是有一個青年高中戲劇 但是我爸爸不讓我去 平常我跟我爸爸是沒有什麼話聊的 突然就給我演一個八點檔說 兒子你去的話 我就沒看到你了 超高興的 對對我沒看到你 你不知道我會想你 我突然就被 有被溫暖到 我說啊爸爸我要讀什麼 我們這裡屏東有個高職廣告設計 我你去 去學 你那時候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因為小時候我看到我夜畫畫 也對廣告設計有一點點興趣 那我爸爸又突然演了這一檔 那個傅子晴 我就說好不好 我去讀廣告設計 回來的時候被騙了 劇團的布景都叫我畫 哈哈 所以你是被拐去了對不對 因為平常那布景為了省成本 那個布景都是一個 七八萬 他一個便當把我搞定 有時候還沒有送便當來 還我要自己去 我自己去吃 所以這個劇團的那個都是你畫的 對幾乎都是我畫的 而且他很厲害 我學完廣告設計回來 我回到我家倉庫 他木板已經訂好了 那個布已經錶好了 欸請畫 哈哈哈哈 所以你後來才知道 所以我是被騙的 可是你那時候 還是有在一些演藝工作啊 都還是有 但陸陸續續回來讀書 結果就幫忙畫布 好 那個高職嘛 一片片三年 片這麼久 連包安都沒賺到 算了我不想畫了 那自從不畫之後 就知道那個舊傷復發 嗯 沒辦法我要休息嘛 因為如果不休息 一定會半生不遂 那當下我能幹什麼 欸我就想到那一段 我爸爸又出來了 要畫畫 哈哈哈哈 一轉身 欸變成畫家了 因為我畫畫可以安靜下來 我是個好動小孩啊 因為你每天都在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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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那一位畫畫 我可以讓我腦袋思考 讓我身體不要作用這麼大 我可以用手動 你手沒有傷吧 這這沒事 對啊 全身唯獨沒事就這個 哈哈哈哈 所以我那時候孕育了十幾張的畫作 嗯 只為了休息 不知道我後來要幹什麼 直到那個流氓教授拍完之後 剛好接觸一個關懷中措聲的公益活動 對我有看到這個 對 當時市長馬英九 他跳一首舞就有十萬塊 募款 我們的男主角王世賢大哥 他唱一首歌就募了八萬塊 那我一個小咖跟在幹什麼 我突然想到欸 我有畫畫 那你們去賣 啊賣多少錢 我就全部捐 我第一幅畫就賣了六萬塊 但六萬塊回饋給我 不是錢的問題 需要我的畫作 可以去做公益 所以我就一直以來 畫畫捐畫做公益 畫畫捐畫做公益 聽到這裡要掌聲鼓勵 愛的鼓勵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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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嘿 應該是你絵畫先 安定 我應該是從 因為演員受傷 第一個階段就是到畫畫 因為要捐畫的關係 到第三個階段 什麼 我朋友第一次 fizer公益活動 在東北角 早上九點要到現場 哇 太开心了 晴空万里 万里无云万里天 没有遮雨棚 我是一个睡不饱就会生气的 我第一场公寓我就发脾气了 因为大家都在忙 唯独有遮雨棚就是那个机器 当机器的我就跟他说 到我你再找我啦 我先在那边休息 我就躲进去 你是有一种明星在那边的感觉 对对因为每次都是经纪人说 哎 子强哥这边请这边请 结果就在那边等 等到我快上台的时候 结果有医护人员 冲过来要拿医药箱 赶快那个止血带 我说为什么是不是发生事情 结果我就冲到现场 我看到一个小女孩 她膝盖受伤流血 是摔跤吗还是 膝盖受伤哦 对 她没有小腿 哦 那个小女孩天生没有小手臂 嗯 没有小腿 所以她是用膝盖在跳国标舞 她第一首舞有呼吸 嗯 跳得太开心人家说Uncle 她跳第二首结果磨破皮 哦 结果流血之后 大家帮她止血 我看到她的笑容是开心的 她爸妈在底下看到她跳舞 是鱼有熔烟的 啊你看啊 这之前我还在生气哦 当下我站在那边 雷神索尔的锤好像打到我的头 当下我就骂了一个人 他叫陈子强 说陈子强 你受这么多伤 你虽然很辛苦 但是你还好手好脚的 人家天生这样 做工艺已经那么开心了 你这不开心什么 嗯 砰整个 所以我一直做工艺做到现在 我的数字应该没错 是大概15年吧 对对对 等于开启这些画作 你对你自己的身体上面有帮助吧 当然有帮助 你听说你的画是在三里面 对在三上 因为我在这几年当中 有一个斜杠人生 就是帮原住民当导演 我好像有看到鲁凯族 对鲁凯族 对对对对 鲁凯族是不是因为是屏东的关系 屏东的关系 那因为我们的去比赛的剧本都要去当地填调跟问一下他们的齐劳这样子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我们没办法去表演啊 所以结婚多年把一个男人留在家里 不是爱情是疫情 哈哈哈哈 所以是有同感 顶头如倒数 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那时候我就躲在 那个海拔一千两百公尺的画室 你的画室是一千两百公尺在哪里啊 鲁凯族在雾台山上 啊我去过耶 那个雾台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吊桥 对 那个原住民大哥就 带着我跟摄影一起进去 他就一边骑一边跟我讲 他就说这个桥喔 一百多年了啦 然后就一直砰砰砰砰砰砰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去 我觉得很恐怖 进去之后又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他整个上去 非常高度 要经过十座山头 他很蜿蜒 对对 十座山头 对对对 那你很早去咯 我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去 因为现在都是成为二十四号公路 这边画作就是在雾台孕育出来 那台北应该有吧 有台北当然有 对我只想说你要画画 就要跑到雾台去吗 所以这些画作 如果卖出去的话 就会捐给专画慈爱的教养院 嗯 因为那时候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负面声音很多 艺人就是这样嘛 上去都是有一点强颜欢笑 必须要笑 但其实我内心是很痛苦的 因为回去不知道又要面对 法院什么事情这样子 我扶的那个肢体障碍小孩 他突然转的跟我讲说 子强哥你加油 你的事情我们都有看 谢谢你 哇 好感动哦 我做工艺应该是我帮你啊 怎么回头你是来帮我的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一直做工艺到现在 表面上是你在帮他 内心是他们在帮你 就好像我看到那个断手断脚的小女孩 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应该说你在绘画当中 得到了瓶颈 是 发现你的画作可以帮忙 工艺 做到工艺 这个启发了你的绘画人生 对对对 也是你的下半人生 为什么我喜欢物台那个部落 他们就每天哦 你看他八十岁九十岁的老人家 都会去做一点点劳作 他们不求快 他只要有劳动就可以了 叫我爷子去吃早餐 一个老人家过来说 给我两颗荷包蛋 我说嗯 几岁了 他说明年九十 就问那个老板娘说 你不要看他这样 他早上已经跑过去一趟了 他们就是八九十岁都是一个慢活出来的 一个习惯也让他觉得说 诶 出道三十八年 一直在摔摔打打 我已经应该学他们慢活 所以那些画作就当做保养 也当做做工艺 在那边孕育出来这样 了解 可是我有看到一个 是乐观正向嘛 就是你说 你希望你的画作 就在告别事的时候 不满全部啊 你是讲的蛮长久 已经想开了对不对 你受了伤 在你身上这么久 一定会有多少豁达啦 你今天没办法去解决他 你就跟他共处 那共处他什么时候会变好变坏 不知道 我相信你今天应该是 在身上画画的话 你的腰可能稍微不痛了 对 身心灵平衡 对对对 如果从广告设计开始学 你看我学画画多久了 其实很久 那你拿起画笔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生疏 没有 那个机理还在 基本功都还在 只是你要用什么主题去画画而已 这样子 其实我希望说有一天 如果我走了到底你这个演艺人员 你这个小小的艺术家 你留下什么东西 只是希望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天如果你不在了 起码你的精神 对对对 留在这里 其实你的好朋友唐玲 也有就是跟你说一段话 我们来看这段访问 哇 我跟陈子强认识好久了 从刚出道那时候 上通告就常常碰到 我们比较密切的合作有两次 一次是在舞台剧 那另外一次是在一个戏剧 那时候我们演孤恋花 我们演一对欢喜夫妻 而且我们是一合作的第一场戏 就是床戏 所以好紧张喔 他是家族新二代嘛 所以他对表演上面 其实就很蛮能让我安心 他会先讲好说 我们等一下要怎么做啊 这一段要拍哪里 然后情感是什么 那个床我们在棉被里面 可能可以做一些什么波浪啊 让大家有那个遐想 当时就觉得很心安 跟这样子的演员 就是演对手戏 其实蛮好的 就是有内涵 可是也有那种互动的安全感 像在荧幕上面啊 他给人的感觉是 活泼啊 很外向很外放这样子 可是其实我跟他相处之后 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内敛 很低调的人 他有很多的想法 其实都在他的脑 跟在他的心里面 那我很欣赏他的地方是 他对艺术上面其实 常常有一种坚持 他也会想要把他就是行动出来 我们演员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在等通告 他就会认为说 他身为一个演员 可是他不想要把他的生命 浪费在等上面 我想说 你不等 你要去勉强人家嘛 不可能啊 你没有戏就是没有戏啊 他就化被动为主动 他会主动的去做一些 他能做的事情 譬如说像创作 他是广告设计我是学美工 所以我们都对画画是有一点感动 那他真的放下工作去创作的时候 我也觉得他真的是 说得到做得到 他会去学校做一些反读 去宣导一些比较公益 比较正向的一些活动 然后还有一些弱势的儿童啊 他都会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来帮助这些弱势的儿童 其实知道他生病啊 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 我之前生病的时候 我也是欺骗大众说 我要去进修了 因为我在念神学院 我要去念书 这样拿学位 我其实不知道他 他的那个受伤 如果不是因为他开画展 然后他在导览的时候 跟大家说 我根本不知道他生病 你们会联络吗 我就问他在哪里 他就说我在山上作画 然后每次就是 船啊在山上吃早餐啊 喝咖啡啊 然后作画的样子 我会想说 陈子强你是欺笑啊嘛 你不用工作嘛 你怎么这样归隐山林 他就说 因为我要创作 我是艺术家 原来你那时候 放下一切归隐山林 其实是在养病 其实他是一个 以三根斗啊 然后武术啊 他从小就是淘太郎嘛 你算淘太郎吗 七龙珠那种 我们在异大作秀 他才有那个脸部功 然后脸部功之后 他就会翻个跟斗 所以呢身体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在表演上 他是要一个很强壮的身体 当我知道说他身体就是受伤 所以要修养的时候呢 我当时其实心头一震 像我也是热情奔放嘛 然后也是以身材著称 那当身体不健康的时候 那种冲击是很大的 然后我就很欣赏他 他是学画的 所以他就从拾画笔 来去抒发他的情感 以及他也在 那些原住民部落里面 跟骑老的这个聊天 得到的一个灵感 那种正面的能量 他把它呈现在画作上面 当这个作品已经画好 要呈现给大家的时候 他也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 我才想说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我也才看得到他作品当中的力量 其实我在癌症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也有很多心里的一些苦闷 或者是恐惧跟害怕 坦白讲我也是用艺术来疗愈我自己 当作是一个抒发 然后我看到他这样子用压克力颜料嘛 然后我就想说 哇哦 刚好没有学到压克力颜料 我看到他的那个画作 我也觉得说 我想要尝试用压克力来作画 应该蛮有趣的 以陈子强来说我觉得他就是天生的艺术家 除了他家庭嘛 然后他学的也是艺术 然后工作也都是艺术 他的脑子里面想的应该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当他决定要去当一个画家的时候 我也很支持他 但是我觉得他的经纪人比较倒霉吧 他的经纪人都要帮他规划这些画展啊 或者是做宣传啊 但是应该也很期待他可以赶快有一些戏剧的作品 陈子强 阿公你好 身体养好了之后还是要快快的回到工作岗位上来 有好的剧本还是赶快去找陈子强 然后呢有一些公益的活动也欢迎你来找我 我有时间的话呢一定是全力的支持 那在这边祝福你不管是在画画上面啊 还是在演戏上面啊 都能够有更上一层楼 得奖好不好 金钟奖 明年加油哦 哇 王林真的是好朋友 那个剧中的前妻 对对对 而且其实他自己来上我们健康年明两次 他也是非常的勇敢 这几年他也很辛苦 很辛苦很辛苦 不过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跟我们讲说 他的那个爱细胞已经没有了 哇正向 对对而且他说当时看到你的这一些 给他正面的启发 所以可以看到他把他的这个治疗的过程 剪成影片 分享给爱佑们 可能是他刚好看到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就是说自己已经很惨了 还要去跑法院 当时还见不到小孩那时候 我还去做公益活动 他可能就被我这一段的公益活动给感动到 对那他也非常的就谢谢你的正能量 谢谢 他特别有讲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是时长互助啦 没有因为我的关系 我觉得他自己也很正的那个人 每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 其实某部分要谢谢你子强 我说你不要这么讲 你以后就好好孝顺我 都这样开玩笑 因为我会讲这些玩笑话是 人笑出来比较不会忧郁的 对 所以我私底下我除了画画很安静之后 我只要去公益活动 我都是一个开心果 都会讲一些七七八八的话 让大家开心一点 我有感觉到 对对对对 所以应该是说 你三年的时间没有拍戏 就除了刚拍的这个戏之外 对对对对 我都比喻演艺人允 他是一个校内的运动健将 那你常常在校内拼得第一 那也是在校园嘛 所以我希望说 我可以跳出这个框框 去拼一个校外的奖项 你的粉丝团很有趣 叫陈子强钢丝团 为什么叫钢丝团 因为很多人就用粉丝团嘛 那像那个我的好大哥 顺哥许孝顺 他就许孝顺损丝团 那我要取什么呢 粉丝容易断 一折就断 那我从小又是武打同心 常常钓钢丝嘛 钢丝扯不断嘛 希望我的朋友 跟我的粉丝可以 像钢丝一样一直支持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粉丝团 因为里面都有他非常非常多 精彩的画作 其实我觉得你慢慢也转念啦 就是因为这场疾病嘛 是 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的外伤跟内伤一样大啦 对 第一个就是那些 几十年来的外伤 内伤就是自己压力太大 要求太高 像我这五年来 我就遇到我妈妈的两大手术啊 是玻尿酸打那个 没有没有没有他换人工膝盖 第一次是这样 他二十年前受伤 是二十年后才要去开 那时候其实我在安慰他 我紧张的是我自己 除了精神压力还有经济压力 因为兄弟姐妹出人力去照顾他 我在台北我就把钱处理好 其实我跟他讲说你去开刀 我不知道钱怎么哪里来 到后面把钱都付完之后呢 好像感觉告一段落了 他的胆又来了 嗯造出有一颗那个 人家说百分之九十五是不好的 我说你先去看嘛 其实我每次我在安慰人的时候 我自己就是 往自己心里就是压力大 还有妈妈可能积德行善 他是百分之五那一个 就是良性 那非常非常的幸运 恭喜你 对谢谢 但是你安慰别人之后 你回过来 我自己没人安慰 哇你看我这几年 为什么整个自律神经整个发起来 对那这个节目的最后 有什么话想说 我觉得这个一路以来 我觉得我贵人蛮多的 我今天如果没有被我爸爸骗 我就没办法去画画 所以爸爸是贵人 他是我的贵人 对对对对 那今天如果没有因为受这个伤 我就不会从实画笔 那没有看到那个小女孩 给我这样一个故事 当头棒喝 我就不会从事公益 我觉得人就是一个骨牌效应 你现在不做 五年后六年后 你也是在原地跑步 所以我觉得说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但是你要怎么看待 你这个心灵这样子 我觉得余生很贵 选有意义的事情做就对 好今天谢谢子强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 真的是另外一面的子强 当你的这个健康出了问题的时候 反思一下自己 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对 可能在生理心理做一些转变之后 你的疾病也许就会慢慢的消失了 好我们今天要点击明明 每周五十一点就是上线 即将跟大家说拜拜 谢谢 大家健康平安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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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